國台郊 國台郊這一次非常榮幸能夠到南投縣來做這場演出 一方面南投縣相較於大台北跟高雄來講 音樂會場勢比較少 國台郊在物豐地區距離南投非常的近 我們很希望在南投能夠發展出 在音樂推廣上面能夠與南投的鄉親 南投的朋友 更多成為欣賞音樂的夥伴 因為這場我們也要特別邀請到重量級的國際級大師林兆亮老師來擔任單綱 所以我想這個節目一定精采可期 音樂推廣 音樂推廣 最令我一生難忘的今年是在南投縣 不到兩年以前我到親愛國小替那邊的小朋友演奏 他們小朋友為我演奏 我到的時候他們用打大鼓來歡迎我 在體育場上面替我打鼓 然後呢又做了一個很豐盛的午餐請我們吃 請我跟我的鋼琴家 然後我替他們演奏完之後 他們拉琴給我聽 然後請我看他們做的琴 然後這就是小朋友啊 還有他們非常熱心賣力的老師們 帶他們到台中去定時去上小提琴的課程 教他們怎麼樣做琴 他們都是先做木工開啟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有訓練之後才能夠做精緻的小提琴 有一位六年級剛畢業的畢業生 他做了一把琴送給我 然後這把琴我帶回到美國去了 就放在我的這個練習室裡面 跟我的明星放在一起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一個紀念的 一個紀念 我一生會真的是難忘 所以我這次很高興能夠正式在南投市能夠有一場音樂會 各位鄉親 我想不用介紹大家都知道了 林朝亮大師 真的也是台灣的驕傲 大家最近都看到李安的 拿到奧斯卡的最佳導演 那林大師真的能夠到南投來演奏 應該各位鄉親 可以不用跑那麼遠 就可以在我們文化級的演藝中心這邊來聽 林朝亮大師的演奏 應該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那這次又搭配林朝亮大師 還有王貝歐鋼琴家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真的很歡迎各位鄉親 來一起來聆聽 讓你有一個很可以說一個很 也可以很感性 很溫馨的一個浪漫的夜晚 歡迎大家到演奏中心來 西月的時候我會回來 在做一個對我來講特別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個青少年音樂音樂營 夏令音樂營的一個音樂總監 我已經請了一些國際最出名最出色的一些滑稽的音樂家來做老師 現在開始在招兵買馬 在各地希望有不同的國內海外的年輕音樂學生 能夠踴躍的去報名來參加我們的這個音樂活動 我是覺得給他們一個一生難忘的經驗 因為第一個是他們能夠單獨跟美國朱利亞音樂學院的教授 或者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弦樂系主任余麗娜教授 能夠單獨上課 還有能夠參加一個青少年音樂團 然後可以在台中、台南和台北國家音樂廳都能夠一起上台 然後跟那個非常出色的音樂家 就是非常頂尖的不同的樂器的教授一起合作 一起受到他們的這個勤套和他們的指導 與他們的職業作為我們